容情第42期 怎样提升有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的孩子的执行技巧 教育心理服务九龙组 真是被你激死 欢迎大家收听《家长加油站》 刚才阿鹏做功课的情况 对有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的孩子的家长来说 应该是感同身受 研究指出有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的孩子出现的困难 很大程度与执行功能发展有关 究竟有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的孩子有什么特征呢 又可以怎样帮他们呢 在接听大家的电话之前 不如一起听听精神科医生邓振鹏医生的讲解吧 邓医生 怎样判断一个孩子 有没有患上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呢 ADHD的诊断基本上是一个临床的诊断 如果我们参考精神疾病诊断 语统计手冊的第五版 里面很清楚列明了有关ADHD的诊断的标准 譬如说 他们将有关于专注欠缺的症状 归纳为九大的症状 以符合这方面的特征呢 患者是需要有起码六个或者以上的症状 另外也都将有关于过度活跃和冲动的行为 归纳为九个症状 患者也是需要符合六个或者以上 是不是符合一定数目的症状 就可以确定孩子有没有患上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呢 这些症状需要在患者十二岁之前已经出现 维持一段长的时间 说是六个月或者以上 也都是需要在多于一种的情况 也就是说是广泛普遍的出现 这些症状也都是会对患者造成功能性的障碍 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些障碍可以包括学习的障碍 社交的困难 家庭关系的困难 又或者是治理的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 有时我们对于个别ADHD的症状 有时有个怀疑究竟 怎样程度才算是一个症状呢 譬如说不专心 什么程度的不专心才叫做不专心活跃 要动得多严重才叫做活跃呢 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单单看 诊断标准上面个别列出的症状 尝试去数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症状 这个是不太可靠 刚才说过A2C的诊断 基本上是一个临床的诊断 每一个症状我们都需要考虑患者 它的发展的阶段 它的年税 它的背景 它的一些场合等等的因素 做得一拼的考虑 去衡量个别这些所谓的疑似的病症 究竟我们算不算是一个不正常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要避免 就好像去数一个 好像一个check list一样去看 所以刚才都说过ADHD的诊断 我们会很需要了解到那个患者 究竟他日常生活 在不同的场合 在不同的阶段 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他们的行为表现是怎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是需要 照顾者 通常是家长 或者是熟悉孩子的人 譬如说是老师 或者是社工 去帮忙提供多些资料 让我们可以很立体 全面地去了解那个孩子 平常在一般情况之下的行为表现 让我们的衡量 究竟他们的行为表现是否符合ADHD的标准 这是我想特别强调的 明白了 有注意力不足过度会约症的孩子的特征 与执行功能的缺损有什么关系呢 什么是执行功能呢 执行功能其实是指executive function 执行功能其实是涵括了多种神经认知的功能 比如说自我约束 自我抑制 self inhibition 孩子听到老师问问题 自己识答 很想表现自己 很想抢答 但是他们一看 以环境不适合 所以他们需要去忍耐 先举手 等老师叫名 先去去作答 第二 也都包括 如何去调整我们的注意力和专注力 如何可以维持一定的专注力一段长时间 去令到任务完成呢 如何可以去有效地去篩选走一些不相关的资讯 好让我们可以集中精神处理眼前的事情呢 最后当真是专注力被吹散了 如何可以尽快收回这个专注力 将它重新放在眼前做个任务上面呢 这个都是有关如何去调整专注的执行功能 另外就是关于情绪调节的能力 如何可以有效地去认识自己的情绪 知道自己何时是有喜怒哀乐 也都是有效地可以去调节 令到这些情绪的变化 不会太过影响我们工作的执行 第四种是关于一种自我激励 自发方面的执行功能 有些孩子他们的自发 自我激励的能力是偏弱 所以好而被人不以为他们很懒散 他们很没动机 另外也都有关于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方面的执行功能 工作记忆越强 也都是帮助我们去更有效地去解决困难 帮我们有系统去思考去组织 以上是一些执行功能的例子 今天我们邀请了教育心理学家张太 和社工陈姑娘 和大家分享如何提升有注意力不足 过度会约症的孩子的执行技巧 欢迎听众咨询两位专家的意见 主持人嘉宾你们好啊 我是洪太 我想问一问如何处理小孩拖延做功课的问题啊 我个儿子现在读小商 今年被精神科医生 认断为有注力不足过度弱症 他经常坐不定没有时停 注力又不集中容易分心又大意 经常就不记得带要带的东西 或者不记得做要做的事情 我最担心的呢 就是他每天回家 只是挂着看电视和玩手机 拖到最后一分钟才肯做功课 又做得慢 你们说怎么办呢 你好 我是教育心理学家张太 正如邓医生所说 有注力不足过度活日症的孩子的工作记忆 和自我控制力交约 介意忽略工作流程、目标或要求 也未能有效抑制冲动 所以他们不太懂得有效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 我都觉得他不懂安排时间 所以我帮他做了一个时间表 但一点用都没有 不如我把时间表拍下 然后传给你们看看 红太,收到你的时间表了 欣赏你用心尝试 你的时间表的问题 在于忽略了三个 协助有注力不足过度活日症的孩子的重要原则 没有将每项工作事项细分列出来 我们建议运用细分步骤 外载提示和直接教导三个大原则 和他们一起设计工作时间表 细分步骤 即是将目标行为细分为多个步骤 然后逐步完成 你可以和孩子先将需要完成的每项工作事项列出来 制成工作清单 并且预计完成每项工作所需要的时间 然后编排一个实际可行的工作时间表 例如目标行为是完成当日的功课 细分步骤就是要将要完成的功课列出来 制成清单 然后预计所需要的时间 编制成可行的时间表 每当孩子完成一项工作之后 就请他在时间表上画一个编号 透过这些外在提示 比如编号 他就可以学习计划时间 和监察自己的进度了 外在提示 可以明确展示 孩子内在的思考过程 加上细分步骤 将工作内容 拆分成小报纸 就可以减少有助力不足 过度活跃症的孩子的工作记忆负担 协助他保持专注 逐步完成 当然 直接教导是必须的 不要以为 说一字他就会学会 要示范 更重要的是 和他一起反复练习 如何实行 明白 但我的小孩在处理物品方面 十分混乱 我怕我时间表一会就不见了 工作时间表放置的位置是关键 建议将工作时间表 将贴在当眼处 比如房门、书柜等 令孩子能够时常提醒自己 还有一个设计小贴士 就是给孩子共同参与计划 和他一起有商有良 他可以在过程中 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自然会更愿意贯彻执行 好 等我立即试一试 希望教育心理学家的建议 能够协助你设计一个更好的时间表 再见 相信大家对如何运用细分步骤 外在提示和直接教导 这三个大原则 去减少有注意力不足 过度会约症的孩子 工作的益常负担 都有具体的了解 下一位听众你好 如何称呼你 你好 主持人 嘉宾 我叫白太 我想问有关奖励的问题 我个儿子很多口 经常冲口而出 做什么都没有耐性 做功课又很懒散 我尝试用之前参加 看电视 但是他只有三分钟热度 很快就回复原状了 所以我就没有再用这个了 明白 正如邓医生所说 有注意力不足 或者过度会约症的孩子 因为执行功能有缺损 有法他们自我完善的动力 比较弱 加上经常遇到挫折和负面的经验 令到他们缺乏动机去完成目标 故此奖励计划的目标行为一定要具体 当他们能够在初段完成到订立的目标的时候 适宜立即去奖励 期望在初段时候奖励得比较频密 使他们尽快得到回归 而你为你孩子所订立的目标行为 似乎就未够具体和细分了 例如具体目标行为可以是每日于30分钟内完成一份功课 如果在指定时间里做到 他就可以得到一粒星和一粒小糖果 如果他能够在一星期里做到十粒星星 就会奖励他多一些喜欢的亲子活动 例如去公园踩单车 去喜欢的餐厅吃下午茶 又或者看一套他喜欢的卡通电影 你可以就具体性和奖励的频密程度 和原先的奖励计划比较一下 除此意外 当目标行为已经做到 就要即时地给予孩子星星 不可以留待饭后或者第二天了 更加重要的是给星星的时候要有口头回归或者清赞 具体指出去的好行为 例如可以说 我很欣赏你今天能够这么专心 在30分钟内就完成这份功课 你可以得到一粒星星 口头清赞可以让孩子知道你有留意他做的好行为 你应该多些给孩子肯定 例如看到他努力 看到他十分尽力地去完成 你的肯定 称赞 奖励 是十分之重要 能够做到以上三点 才能够发挥作用 建立了良好的习惯 就可以逐渐地去减少奖励的次数了 令清楚记录所给予孩子的星星 具体显示孩子的表现 可能够达到目标 就要实行奖励 还要定时和他商讨计划的内容 如果有需要 可以修订奖励 保持新鲜感和吸引力 原来就是这样才能有成效 难怪之前的奖励计划 都未能好好实行 具体目标 频密奖励 即时回归 口头赞赏 清楚记录 有商有良 和按时修订 我已经记下了 希望今次会成功 原来实行奖励计划有很多要缺 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你好 各位好 我是Maggie 我儿子现在读四年班 刚刚被评估为有注意力不足过度活跃症 医生建议要用药物治疗 我也想让儿子试试 改善他的学习表现和行为问题 但又担心药物的副作用 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意见 相信不少家长都很想了解多些 药物治疗的成效和副作用 让我们听听等医生的讲解 有很多临床的研究都表示 適切的药物治疗是可以有效地去舒缓 ADHD的症状 这些是包括刚才说的注意力欠佳 过度活跃 过分的冲动 和情绪调色的问题 透过改善这些症状 很多时候患者都可以 进一步改善他们的学习能力 学习的表现 改善他们的人际关系 改善他们的自我形象 最后改善他们的 解决问题的能力 甚至乎呢 有时候会改善一家人的关系 究竟哪种药物 什么的剂量 什么时候去吃 才可以得到最大的效果 这个需要和孩子的医护人员 好好地商量 药物除了有正面的效果 有时都要注意它有的副作用 副作用不一定每个人都出现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 也都需要小心去观察 因为最终 我们都是要去做一个平衡 去衡量 又不是究竟为我们 带来更多的好处 又还是副作用的坏处 如果是吃药的话 重要的是要遵照医生的建议和指示 定时去吃 千万不要自作主张 自己尝试去将药物的分量调节 又或者是擅自去停药 如果真的感觉到 怀疑是有副作用的话 鼓励尽快联络孩子的医护人员 和他们好好地商量 搞清楚究竟那些所谓的副作用 是否和药物有关呢 如果是的话 看看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副作用 或者令到副作用可以令到在孩子的可接受范围之内 明白了 另外主信医生都为我的孩子安排了一些行为治疗 还建议我参加一些有关管教孩子的家长讲座 如果用药物治疗 还需不需要接受这些训练呢 除了药物治疗之外 也有很多临床的证据 显示行为治疗 和家长的管教 是有效帮助ADHD的方法 有时候 我们会结合药物治疗 行为治疗 和对于家长管教的培训 令到对于ADHD孩子的改善是拿到最大的效果 也有些研究显示 如果孩子能够在药物治疗方面 拿到成效 让他们的神经功能得以改善 让他们的专注可以提升 抑制冲动的能力增加 情绪管理的效率增加 当他们去接受一些行为训练的时候 效果是更加的 原来药物治疗 再配合行为治疗和家长管教 都能够让有注意力不足 过度会约症的孩子的情绪 学习和行为得到最大的改善 Maggie希望邓医生的讲解 能够让你为孩子 安排最合适的治疗和支援 好啊 真是很多谢你们 不用客气 今日家长加油站 节目时间到了 多谢邓医生和两位嘉宾的宝贵意见 再见